大家好啊 现在呢 我就是来到了广州四大丛林之首的华林寺 这个华林寺呢 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之后 第一次创立的一座寺院 它原来的名字呢 就叫做西莱安 后来才改为华林寺 而我身后的呢 就是它的正门 今天呢 那我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这座在中国禅宗 占有非常重要历史地位的广州华林寺 这个呢 就是华林寺的正门 但是呢 它现在呢 并没有开这个正门 而是要往前面走150米左右 才是这个华林寺的正式入口 但是呢 我还是想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寺门的 因为它这个寺门左右两边啊都有名人的书法 那我们先看这一边 这边呢 写的就是什么 南摩阿弥陀佛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毕竟这是一幅名人的书法 那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这是什么人的书法呢 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它的这个落款 这里写的是红衣书 红衣法师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位大师 他的俗家名字呢 就叫做李苏同 这位红衣法师啊是有着非常高的音乐天赋 大家熟悉的那个一些歌曲啊都是他创作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宋别那个长亭外古道旁 芳草必连天 那首歌就是李苏同 红衣法师所创作的 来到这边呢 就写着念佛成佛 那这里的落款是谁呢 是启公敬提 启公先生是什么人呢 他是 爱心觉罗家族的成员 那他也是中国近代的 非常著名的一位书法家 他的书法成就呢 就受到四人的认可 所以这个四门两旁啊 就有这两幅非常著名的名人书法 那好 现在呢 我就要往前走150米 带大家进这个华林禅寺里面了 在这个华林禅寺正门的旁边呢 就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园林建筑 这里写的是南粤古丛林 因为这个华林寺呢 就是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之后创建的 这是非常难得的 而这个华林寺前面的这条小街呢 也是满满有趣的 非常的静密 还有稍微有着一点点的鼓风 假如大家要来的话呢 可以坐地铁到华林寺站 下车 从1出口走出来 就是这个华林寺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往前走个150米 进到这个华林寺里面去 那走到前面来这里呢 大家看到有这个什么 创意珠宝 在这个创意珠宝的旁边呢 就是这个华林寺 现在寺院的正门了 那我现在呢 就进去 今天因为是除夕啊 所以好像现在都没有什么人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铁码放在这里 这就是因为明天 就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一 就会有很多人来这里了 那他们就要做好 那个人群控制的准备 那好 现在我们进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呢 就是这座非常规模宏大的主寺店 那我现在先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华林寺室啊 它其实是被毁坏得非常厉害的 基本上是原来的建筑都当然无存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所有建筑啊 基本上都是新建的 而不是原有的 那我们看到它这里的这些建筑呢 就很有那种福建跟台湾的那种庙宇建筑的风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看一下它前面的这个龙柱啊 这种龙柱呢就是在福建啊 台湾啊那边非常流行的一种 链鱼建造的方式 而且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呢 就只有福建那一带是比较喜欢用石雕 其他的一般都是木雕 而且这个大殿大家看它的那个斗拱的结构 它是有昂的 但是它这个昂啊已经是属于装置性的 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受力的作用 它是仿唐仿唐宋的一个这样子的建筑风格 然后我们就看看它的这个龙呢 而且一看这个龙啊就知道是那个用现在的机器雕刻而成的 那这个祖师殿呢 顾名思义就是拱凤着禅宗的祖师 中国禅宗的祖师是谁呢 那就是非达摩大师莫属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呢 这里是写着一花五叶在上面的匾额上 那就是说当年啊 达摩祖师预测呢 在一千年之内呢 中国禅宗会发扬光大 同时分出五个分支流派 那这个预言呢 后来的确也是实现了 那好 我们现在再去看其他的一些殿与建筑 在这个祖师堂的旁边呢 就是这个龚德堂 龚德堂就是 供信徒们拱奉他们祖先排位的地方 那这个华陵寺呢 在中国近代史上呢 也是非常出名的 哇今天好像刚好碰到 有什么法事哦 我们看到这些师傅们都齐聚在这里了 那这个华陵寺呢 最出名的呢 就是这个五百罗汉堂 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 因为它里面呢 是有着五百罗汉 那个五百罗汉堂呢 是跟北京碧云寺的五百罗汉堂啊 可以说是齐名的 而且也在那个很多外国人 或者敌方这位摄影师的历史照片中呢 都有出现 从 Catherine大听成为 寺并神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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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丙 Dig Nineր LinkedIn 海南快联能神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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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völlig德国陌佛一起祭新 dw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佛塔是什么呢 这座佛塔是舍利塔 它是用来自广东造庆七星岩的汉白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那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然后呢我就再到前面去啊 给大家看一下它关于这座舍利塔的一个简介 这座舍利塔呢其实原来呢就是在这个华林寺这里的 但是它就因为姻缘际遇曾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叫兰浦的地方 后来啊才又搬回来这里 而在这个舍利塔的下面呢其实是有收藏了21颗佛舍利子的 现在这个舍利子呢也是重新回到了这个华林寺 那好我们在进这个500罗汉堂之前啊 我就再去这个500罗汉堂的旁边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初祖达摩祖师堂 那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祖师殿 现在呢这个呢就是祖师堂 假如大家是从这个华林寺的正门进来的话呢 一进来就会是看到这个初祖达摩堂了 也就是这里 那大家一看这个建筑啊就知道这个建筑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来的 所以也是近代重建的 这里呢就有达摩祖师的座像 那达摩祖师啊是在中国梁朝的时候 来到中国最初呢是在广州这边呢登案的 他登案之后呢就在华林寺 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创建了一个寺院叫做西来安 他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才北上去见非常著名的梁武帝消眼 那好在这个达摩祖祖堂的正对面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幅影帝 就是写着残缘还育 但是这个提字的人呢就不是说那么出名了 我们再看这里旁边呢有一个爱国爱教团结进步 这就是1995年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来这里参观的时候 留下的提字 那好现在呢 我们就进这个500罗汉堂去看一下 这个500罗汉堂呢就是在很多外国人就是1900年就是庚子年之后 来到广州的外国人呢都会有提到这个华林寺 也会提到这个华林寺的500罗汉堂 那好我们先看他门口的这位这两位亨哈二将 大家可以看得出 这里的亨哈二将跟其他寺院的亨哈二将呢 造型会比较不一样 这里的造型呢是比较晚一点的造型 就说可能是清代以后的造型 我们看一下上面写着500罗汉堂 它是写着道光零五 就是说在道光年间所提的这个字 那这个500罗汉堂呢可能真正的所谓古迹啊 残存的就可能是又是这几个字了 因为500罗汉堂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已经全部都是附建的 那好现在我就带大家进这个500罗汉堂里面去参观 看上匾额是写着海会增印 一进来呢就是这个尼勒佛大度尼勒 那好我们就先走这一遍 这个500罗汉堂呢 它是在文革期间呢已经完全被毁掉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500罗汉呢 是根据当时的一些照片啊 还有绘画文字的记载呢 重塑的 那逛这个500罗汉堂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习俗 就是说 你在这个500罗汉堂里面呢 看哪一位罗汉 你看了他的树像 是心中感到欢喜的 那你就从那一个罗汉开始数 你的年纪是多少呢 你就数多少个罗汉 数到你 比如说你是20岁 那你就数20个罗汉 然后看那一个罗汉是谁 哦这里呢 这一位菩萨 那数到那个罗汉呢 你就看他是什么罗汉 那就代表着你那一年的运程如何 那这是一个小小的民俗 大家呢 就当茶余饭后的这个聊天的话题就好 不要太认真啊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看得出他现在是因为 可能是重修过 整个整理呢还是比较好的 那 在500罗汉堂的正宗呢 就是 妙相庄严 这个 这个 恒 三四 哦应该是素三四佛 然等古佛 释迦摩尼佛 还有尼勒佛 好 那我呢 带着大家呢 继续走 让大家 看一下 广州这个西来出地 华林寺的 这个500罗汉堂 大家走在这里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呢 我其实觉得还好 在这里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呢 我在 北京 碧云寺那个 500罗汉堂里面啊 我就是觉得 所以 那个是稍微有点 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真的是太黑了 这里呢 至少还 比较光亮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 准提铺上 好 我们呢 就再继续走 好 这边啊 500罗汉堂啊 那500罗汉呢 每一个其实都有故事的 假如大家懂的话呢 就会 人学到很多佛教的故事 好 那现在呢 我就已经 走马观花的 走了一圈 带大家看了一次 这个 华林寺里面最著名的 500罗汉堂 那好 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参观了 这个广州四大佛寺之首的 华林寺 也带大家呢 进 这个华林寺里面 最 著名的 这个500罗汉堂呢 参观了一次 那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假如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为我的视频 点赞 订阅 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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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